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作者 高华 播讲 夏秋年 二 排队摸底 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22个文件的学习活动 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件学习的反应 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 1942年春夏之际 毛泽东作出决定 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 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 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 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 并不十分乐观 毛很清楚的知道 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 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 毛的最大困难在于 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 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人 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 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 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 而绝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置以粗暴手段 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工 不战而屈人之兵 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越反省笔记的制度 就是实现文工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 建立抽越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第一 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 以因事利导 第二 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 择其典型打击之 以其警戒之效 用大棒配置以胡萝卜 可究和风细语思想改造之弊 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 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 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 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 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 刘少奇更在1939年做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 借孔子无日三省无身之说 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 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 中共元老吴玉璋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封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 所谓成奇异者无字其也出自中庸作者著 瞎著这句话并非出自中庸而是出自大学估计是作者的笔物 继续读吴玉璋的话 虽然旧思想是违心的 但他的言于自己省茶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 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 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坚固新旧 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 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 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的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 虾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继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 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 4月18日 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 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 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 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 自己的反省 康生并且首次宣布 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两天后 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 毛泽东亲自出马 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 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 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 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 决定规定要写笔记 就得写笔记 你说我不写笔记 那可不行 身为党员 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 孙行者头上套的孤是金的 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 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 还硬 这是上了书的 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 我们大家都要写 我也要写一点 不管文化人也好 武化人也好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新干部也好 老干部也好 学校也好 机关也好 都要写笔记 首先首长要写 班长小组长也要写 一定要写 还要检查笔记 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 这是很好的现象 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 那就不行 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 也许有人说 我功劳甚大 写什么笔记 那不行 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 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职和军职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是批评别人 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 批评是整个的 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 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做一个幌子 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历史 自己现在的工作 好好地反省一下 完全是针对其他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 果不其然 5月1日 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22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 参加整封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基于本身有关工作 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 到了1942年5月下旬 毛泽东认为将学习22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23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 至此 整封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 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 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 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 然而 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 他完全明白 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 绝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 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 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 为了引导干部做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 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 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 1942年6月后 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 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 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 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 给周恩来 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 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流苏派 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流苏派 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 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 是毛整肃的对象 但是 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 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 所以 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 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 是分化他们与王明 伯古等人的关系 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 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 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 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粗之大业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 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 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性适久 造隐折罪 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 每每不能深思熟虑 谨慎其事处理问题 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 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物主义 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 严格的说 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 对革命认真负责 实事求是的态度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 严格的说 并不深刻 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 做出严厉的自我批判 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 对准王明 伯古等流苏派 与此相反 王若飞甚至在做自我批评时 也没忘了为自己平工摆好 例如 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 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 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 个人与党的关系 是个人一切言行 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 不闹名誉 不闹地位 不出风头 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 便是党性 并以此泰然自安 人们从这些话中 实在难于判断 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 究竟是属于缺点 还是属于优点 尽管王若飞的反省 只是检查自己 粗之大业 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 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王若飞属党的元老 因在1926至1927年 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 与陈独秀关系密切 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 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 抗战后 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 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 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 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 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 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 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 此时此地 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 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 更重要的是 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 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 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他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刘苏或刘日刘欧美背景 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 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 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 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 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 或拒绝反省 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 或遵循党的要求 彻底与过去告别 脱胎换骨 用毛的概念 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 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 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首先 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 既知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 表示心悦诚服 1942年8月23日 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 《20年来我的教条主义》 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 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 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 在他的反省文章中 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 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 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家图 便是法国的奎奈和萨伊 所学的是外国的 自己在大学里教的 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 这样做不但省劲 而且受学生的欢迎 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 对中国问题无兴趣 他们一心向往的 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 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 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 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 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 他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 而我又拿来害青年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 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但问题在于 王思华的兴趣 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 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 为此 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 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13年前 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 又把他生存活泼的搬到中国来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 还是主观主义的 在这种态度下 还是只想懂得希腊 不想懂得中国 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 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 紧接着 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 进行自我贬损 他承认 教学生肯反杜林论 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 到延安后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 不得不联系到中国 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 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 王思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 不老实 企图取巧 只知背诵教条 向马列主义开玩笑 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 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 他表示 为了彻底消灭比史还没有用处的教条 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 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 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 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 王思华的反省 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 范文兰 王子也等人的自我反省文章 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历史学家范文兰 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 以王十位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 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 范文兰谴责自己高唱民主 忽视集中 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 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 他对此忠心报救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也 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 他痛臣自己 往往仅凭一知半解 凭着想当然 大发议论 现在回想起来 实在荒唐之至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 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 口诛笔伐 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 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 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的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百年 是一个老党员 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文明的红色社会科学家 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但在整风之初 柯百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 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 于是柯百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 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 此事给柯百年很大的刺激 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 1943年春 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式 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 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 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 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百年意见时 柯百年却向毛坚决表示 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柯百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 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 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 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著 极致1945年春 谢绝哉私下也感慨 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输本子了 三 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扯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 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 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 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 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 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 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 一般而言 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 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 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 我们以曹李怀的反省为例 曹李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 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 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 草率从事 二爱面子 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 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 曹李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却是浓厚的存在着 饶有幸违的是 曹李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 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 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 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 曹李怀竟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 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 言外之意 其他军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 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 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曹李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 他写道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长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 他们分别是林博渠 吴玉璋 谢绝哉 徐特丽 除了这四老 张鼠石等人尽管也年届六十 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 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博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 吴玉璋等人大多挂个虚弦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 整风运动初起 吴玉璋等人也积极行动起来 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 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 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 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吴玉璋写道 中国旧食社会最坏的习惯 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 结果小的变流氓 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 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无知 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 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 这样来一个反省 恐怕不汗言的没有几个 我自己一反省 就觉得财无一技之长 手无腹肌之力 而还往往夸夸其谈 哗众取宠 等八股的余毒很深 这能免欺世道明之窍吗 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 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屑这一点足以自信自卫 其他能力太缺乏了 虾平简直为老不尊 吴玉璋的反省 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 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及与其相识 二十年代 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 延安时期 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 1942年 李六如已经55岁 他对老友谢绝哉说 以前自以为不错 自以为立场稳定 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 组织上入了党 思想上未入党 此戏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了名言 作者著 谢绝哉说 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 谢绝哉不仅自我反省 还在《解放日报》化明发表 《易德书》短评 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 谢绝哉指出 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 虽然彼屎还没有用 不能肥田 不能喂狗 但狗屎自想 愚人无肝 若拿了去对付革命 那就危害非浅 容易把革命弄坏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 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 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 毛泽东 康生 彭真 李富春 胡乔木 陆定一 利用报纸 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 在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 对延安干部的心理 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 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 自残行贿 无地自容 至此 毛泽东设计的 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 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 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 对号入座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 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